工厂爆炸大火狂烧了28个小时 造成4名消防人员不幸殉职 而爆炸发生当时率先带队抵达火场的 平二分队小队长陈文川 他也受伤送往医院急救 而当行政院长陈建仁南下探视他时 他一看到院长就深感自责 还情绪崩溃的直喊 整个小队只有他活下来 而殉职队员赖俊如的爸爸 对于小队长自责这件事表示 任何人都不希望弟兄受伤 也希望小队长不要太过自责 一接获名扬国际科技公司工厂大火 平二分队立刻出动 但谁能料到这场出勤 却让消防弟兄伤亡惨重 当时率先抵达的平二分队 进入火场没多久 发现烟雾弥漫立刻撤退 没想到途中发生爆炸 4名队员殉职 其他队员伤得不轻 就连小队长陈文川手脸烧烫伤 送一急救直到23号才苏醒 行政院长陈建仁 及卫服部次长王毕胜 前往探视时 王毕胜脸书提及探视情况 嫌到陈文川嚎啕大哭 声表自责 说整个小队只有我活下来 还没讲完他就开始哭了 他说我的弟兄都没出来 或许任何人 不管是小队长大队长 都不希望他的弟兄受伤 平二分队训职队员赖俊如父亲 言辞之下希望小队长 不要过于自责 而事发后 义民刚从平二分队退伍 替代一弟兄 得知消息也是相当不舍 脸书发文悼念 明明上礼拜 才刚跟大家庆祝退伍 不仅回忆 和殉职队员点点滴滴 更对目前还在急救的队员喊话 康复后一起骑机车跑山路 更拍下平二分队空荡荡的车库 心中满事不舍 早日康复 康复之后再约出来骑机车 不只家属弟兄难过 不少民众及团体前往灵堂悼念 这四名为了救火 拼尽生命的涌霄 遇到这一次的工厂的大爆炸 我相信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不顾一切的牺牲 发生憾事谁都不乐见 家属悲痛 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 只盼伤者能够尽快复原 记者屏东综合报道